大家好 我是Maker Pro的共同創辦人 歐文 要跟大家說新年快樂了 這是第六次了 從2014年底創辦Maker Pro到現在 已經整整六年 我們也跟著台灣以及全球的Maker運動 成長到今天 那有人說現在Maker運動好像不熱了 我相信這是事實 可是你說Maker的這件事情不重要嗎 我想不會是這個樣子 2020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年 我們都遇到很多的困難 我們比較少辦實體活動 那我們也強迫自己在線上的一個 暴風的能力去加強 Maker圈也做了很多防疫方面的創新的應用 口罩或者是面罩 用開源的方式讓全世界都可以去下載去使用 以Maker運動想要傳遞的價值 從ButtonUp的一個科技創新 然後用協作開放的一個態度精神來實現 這樣的價值不會因為時間就變得不重要 只是它會換個形式 我們回顧各個運動 不會一直都是大明大放的 它會慢慢的就進入到個人的生活中 工作中或者是各行各業裡面 各位看在教育在工具在商場代工接案等等各個領域 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的Maker老朋友的一個聲音 對於2021的期許 我們希望跟大家有更多深入或者是不同方面的一個合作 那形式上可以在媒體的文章 在商城的團購 線上課程的教學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能夠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在影片這邊的話 我們團隊有很棒的拍片能力 去年我們也拍了很多穿客的故事 那今年的話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去合作 把你們的故事 讓更多人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2021的話 我相信大家還會持續在自己的一個 認為重要的崗位上 努力去把它做到更好 去發光發熱 那當大家有更大的一個能力 更大的影響力的時候 再串聯在一起 一定可以做更多有意義更大的事情 雖然自己已經不是那麼年輕 但是我還一直記得 小時候聽過前輩說 只要有興的人兩三個湊在一起 就可以把這個世界翻轉好幾圈 我希望能夠以這樣的心情 跟所有有興的朋友 大家一起合作 2021我們一起努力 再次欣賞 小時候 來自立的 有 多遠 就是 發展